且说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张秋谷的话耳 免不得也谢他几句 一面偷转秋波 细细的打量他们两个 看着这样的两个少年男子 一个是玉山朗朗 华彩非常 一个是奇数婷婷 风姿赵叶 杨木桃生德虽然俊俏 和他们两个人立在一起 就觉得差了好些 康姑太太看了又看 不觉心上很有些儿羡慕的意思 便把两对秋波只顾望着秋谷 春树这边溜来 秋谷虽然看见 却故意别过头去和春树说话 只听得杨木桃问住康姑太太道 方才那一般 流氓 究竟是你们的什么人 你们为什么都这样怕他 康姑太太还没有开口 张秋谷早接着讲道 你这个人真是有些糊涂 这般宝货那里有什么好人 无非总是大家赌气赌出来的事情 你又何必去问他 康姑太太听了这几句话而不觉面上一红 低下头去 杨木桃听了也不觉恍然大悟 心中彻底皆明 暗想我这个人怎么这样糊里糊涂的 一时竟想不出来 张秋谷说了几句闲话 便立起身来对着康姑太太讲道 他们那般人都不是什么好货 今天 吃了下风 一定要想着法尔来报复你们的 不如今天就把这几间房子还了房东 随后慢慢的再找地方 觉得妥当些二 你们的意思看怎么样 杨木桃听了连连答应 康姑太太见秋谷同住春树立起身来要走 心上未免有情 明知道留不住的 只得起身相送 横拨一瞥 默默寒情 看着供春树 张秋谷两个人出门走了 方才回身进来 果然听着张秋谷的话儿 立刻把房子还了房东 有些动用器具没有安放的地方 便和房主人说明了 暂时寄放 好在房 租已经付到月底 这些器具暂时存放一下也不要紧 料理了一回 又和杨木桃说了几句话儿 叫他在外面另寻房子 杨木桃答应了 便起身先走 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便也慢慢的回到洪口康公馆来 刚刚走到花厅 就听得里面有许多人的声音在那里吵闹 又加着些女子的哭声 康姑太太听了 心上甚是疑惑 不知道闹得什么事儿 便连忙赶过去看 急急忙的走过一重院子 那吵嚷的声音直钻进耳朵里来 听得十分真切 只听得大姨太太的生气在 那里哭着乱嚷道 你这样一把年纪 还是这样的不要脸 成天的和那些娘姨 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闹 这还不必讲她 如今所幸连自己的媳妇也要拉拉扯扯起来 那里还像个人家 我虽然是堂子里头出身 眼睛里头却从来没有看见你们这样的一家人家 不论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的 都是嘻嘻哈哈的没有一些二规矩 一面说住 又有许多丫鬟娘姨的声音 七张八嘴的劝道 大姨太太 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有话好好的讲就是了 康姑太太听了 贱闹得这般厉害 连忙走进去看时 只见那位大姨太太紧紧的一把揪住了康中诚的胸前衣服 把头往康中诚身上乱撞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口口声声的指说 你把绳子来勒死了我 省得在你面前讨你的厌 康中诚被这位大姨太太一阵的乱揪乱扭 弄得没了主意 只说 你放了手 有话好好的讲 如今做出这个样儿来 给人家看了算什么样儿 大姨太太那里肯放 直滚的计划散乱 粉带模糊 那流下来的涕泪 连康中诚的花白胡须上也沾了 好些 身上的衣服更湿了一大盘 七八个丫头 娘姨在旁边喇着 也拉不开来 康中诚虽然着急 却又无可如何 康姑太太见了这般模样 心上很有些怪住 大姨太太不该应闹到这不田地 便抢步上去 一边一个拉开了大姨太太 那她坐下 口中说道 什么事儿 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 且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听 大姨太太听了 便又在椅子上立起身来 含着一泡眼泪告诉康姑太太道 她这样的一把年纪 也是五十几岁 将及六十岁的人了 还 是这样的没正经 在别人身上也还罢了 自己的媳妇也和她眉来眼去的 做出那种贼型怪状来 我看在眼睛里头已经不是一天了 劝了她几次 她只当没有听见 今天索性两个人在那书房里头动手动脚起来 我走进去说了几句 她不但不听 道反和我横跳一仗 竖跳八尺的闹起来 你们想想 可有这般道理 康姑太太听了正在沉吟 康中成觉得脸上过不去 便连忙说道 没有这件事情 我不过和二少奶奶说了几句话 她一时看错 就和我闹起 来 大姨太太听了 又抢过来拉着 康中成的衣袖说道 你没有这件事情 是我冤枉你的 我和你当天发一个是好不好 康姑太太见了 连忙分开了大姨太太的手 劝她道 你不必这般生气 凡事只好忍耐些儿 就算果然真有这件事情 你也不便这般吵闹 传出去给人知道 我们这样人家将来还有什么脸见人 大姨太太听了 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 只得说道 我的意思 远想不要闹出来的 无奈我只说了一句 她道瞪着眼睛 提起喉咙和我 巡视 把我的气提了上来 方才和她翻脸的 你们想想 究竟是我不是还是她的不是 康姑太太道 自然是她的不是 那里有派你不是的道理 但是这样的事情传了出去 也没有什么好听 还是好好的劝她为事 大姨太太听了 觉得这几句话而说的不差 况且平日之间 大姨太太不怕别人 见了这两位姑太太心酸口辣 说又说得出 做又做得出 心上很有些哪他 更坚这件事情 仔细想起来实在是自己性极了些 不该闹得何府皆知的 便也指 得点头说好 康姑太太又安慰了她一回 又劝说了康中诚几句 康中诚也没有话说 康姑太太正要回到自己房间里去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便问 二少奶奶到那里去了 康中诚道 她只说我们有意和她过不去 当时就坐着马车走回娘家去了 康姑太太想了一想道 这件事情不妥当 无论这个事的有没有 始终没有什么凭据 回来她叫了娘家的人出来和我们讲起礼来 只说我们污蔑她的明节 那时又该怎样呢 康中诚听了也把手一拍 道 这个话儿不错 该因怎么的一个说法呢 只好请你们两位和我想各法儿的了 康大姑太太听了 低着头沉吟一会道 据我看来 不如立刻派个人去和她讲明白了 说刚才大姨太太的话儿不是说她 她不要认错了 一则过过她的面子 二则总算和她陪个礼儿 只要她面上过得去 自然也就罢了 康中诚道 这个主意虽然不错 却派那一个去说呢 要是派个不会说话的人去 万一个说僵了 更不好 说住 想了一想 便对康姑太太说道 这个没人 本来是你们二位做的 只好请你们两位去走一趟的了 康姑太太听了 亦不容辞 只得点头应允 康中诚道 要去这个时候就去 要是迟到明天 他们那里有人先来说话 我们这边的话儿就难讲了 康姑太太听了 便走回自己房间去打扮了一回 两个人坐着马车 去了多时方才回来 康中诚见他们来了 分外观心 连忙问他们怎么样 康姑太太笑道 废了我们两个人许多唇舌 他们方才没有话说 只说留他在家里头住上几日 再打发他回来 康中诚听了 便立起身来 朝着他们两个深深打了一拱 口中说道 一切费心得很 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 见了康中诚这般刑警 忍不住格格的笑 还了一个万福道 我们自己人 还说这个吗 说住做了一回 便都走了出去 康中诚见房里头 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少不得要在大姨太太面前 做个矮人 陪个不是 大姨太太起先背过脸去 不肯理他 康中诚左打一拱 右打一拱的 口中说了许多软话 方才把大姨太太的气骗了下来 吃的笑了一声道 你不用在我面前做这般的腔调 我不是喜欢这个样儿的 康中诚见他笑了 心上方才高兴 便想出许多说话来骗他 大姨太太见他这样的陪小心 便故意问他道 你不要对着我花言巧语 你只和我识说 你和他究竟上过手没有 康中诚也故意装糊涂道 你问的那一个 什么上手不上手 大姨太太冷笑一声 又咬住牙齿把一个指头用力在康中诚头上点了一点道 你还要和我装糊涂 难道今天我看 得这样的明明白白 你还要假装干净吗 康中诚也笑道 你要说出究竟是那一个来 也好叫我自己心中明白 你如今只是含着皮 包住骨头的不肯说出来 叫我那里想得到呢 大姨太太听了 气得把颈像一扭 别转头去 口中说道 你不肯和我讲 你就赌个气二 从此以后不要和我讲一句话 那一个再要和我讲话的 便是个没志气的畜生 康中诚见他又生了气 便连忙说道 你这个人 怎么这般的会生气 和你说一句玩话 你就当起真 来 老是和你讲吧 我和他虽然彼此有些意思 只不过大家讲几句笑话罢了 实在没有别的事情 你不相信 咒都可以赌得的 大姨太太听了 知道不是假话 便道 还说是世代相生的千金小姐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以后看他把脸放在什么地方去 我们堂子出身的人 只要嫁了人 倒是规规矩矩的 也没有他这般轻贱 康中诚连忙朝他摇手道 和你说了 你又这般混闹 请你少说几句 留我点面子吧 大姨太太听了 停了一回道 原来 你也知道要面子的吗 如今第二个新媳妇 差不多又要进门了 你再去巴灰去吧 吉德康中诚 摆手顿足的道 叫你少说两句 你越发说出好听的来了 正是河水新台之勇 老子风流 强词中见之修 家人难得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然而是河水新台之道